韩年陶娃原舞台剧从1986年首演至今 已经在全世界上演过无数版本超过一万场的演出 被国际媒体预游华人剧场经典制作 今年适逢该剧35周年 多年为在台湾推出新戏的赖生川 以该剧二度创作 以剧中主角江斌柳与云之白嫩人角色 推出方外片《江云之间》 更找来知名演员张震献出舞台剧处女秀 张震说很开心可以挑战江斌柳这个经典角色 他认为演舞台剧就像穿越一座山 充满很多未知数很刺激 他很期待自己会如何走过这座山头 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 而且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 那进剧场对我来讲一直很期待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其实就是要不断地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让观众可以看到 那剧场我可能算是新人 但是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江云之间这个机会 演出江斌柳这个角色 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有一个进步或成长 第四度权势云之凡的校爱也很期待与张震合作 这是两人第二度合作 第一次合作是在张震出道之作 乌林街少年杀人事件 当时张震才14岁 那个时候看到张震就是跟其他的一些青年小朋友演员 都是很开心 他们也很认真在现场工作 但是他们闲暇时候就几个小男生 就非常开心地玩在一起 然后我们做大人的就是要盯着他们 然后我还会从屏东做国关号 带他跟柯宇伦回台北考期末考 就是我还有一间保姆 来生穿透露和暗恋桃花雨一样 江云之间也会是戏中戏架构 不过他另外邀请过去曾饰演过两个角色的林青霞 黄磊 丁乃军等共襄盛举 提供两位恋人不同时期的信件 揭开江宾有女人之凡 对彼此的无奈与思念 也是向大时代接近 有时候一个时代就像宝岛一村来讲 你不说这个故事它就会没有掉 眷村的故事可能就没有了 那江云他们不是眷村 但是他们是就像成千上万的外省人在台湾 他们的遭遇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们是怎么怀念他们见不到的亲人 这样这个故事 我觉得他们那一代是最辛苦 最颠沛流离的一代 我们这出戏其实是在向他们致敬 除了张震笑爱之外 音乐在江云之间这出戏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赖声川利耀多年好友胡德夫助阵 这也是胡德夫首次参与舞台剧演出 除了现场演唱最遥远的路等 青年年代经典歌曲 胡德夫在排练时 也充当演员们的方言指导老师 胡德夫说自己是许多外省老兵疼爱长大的孩子 为不少中国大陆各省方言 这次参与江云之间演出 让他有机会重温过去美好的记忆 他心里充满感恩 就让我们变得起来就像云江云伦 还没成功过的哦